2021年4月,马来西亚吉达港口培华小学正式推行每周一次的绿色食堂运动。 进行一个月后,因受到疫情的影响,学校也暂停办此活动。 2022年新学期重新展开苏食运动,推速反应热烈,资深们一同响应餐鱼,共有210份苏食便当。 校长林雅峰先生除了培养学生们健康饮食习惯以外,也让他们了解到苏食的好处。 虽然是说苏食有的孩子还是吃不是很习惯,但是我们尽量的就是鼓吹孩子们多吃素。 因为吃素呢,有很多好处了。 我们现在这个疾病呢,就是因为吃了很多这些,我们所谓的垃圾食物啦,他这个讲解这个健康的好处之外呢, 也希望说跟孩子们讲解, 世俗呢,也是要保护我们的环境,也是保护生命。 志工黄玉珍向校方推广苏食活动,获得了校长的认同。 透过社交群组,他与食堂厨师讨论苏食菜摄食补,以让学生可以吃得开心。 去年,我们人文学校就推行这个素食活动,所以呢,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活动。 所以我就有向校长提出这个意见,校长也很非常的赞同,我们常常,我们会跟他时常工作,时常跟老板娘讨论,讨论那些菜摄。 学校食堂厨师,以一颗欢喜心,准备蔬食便当盒,再把饭盒个别送到教室给学生享用。 每个星期是大概要煮210寸的样子,可以还几次的觉得,给它健康、安心,要肯养、慈悲心,要对本身也好,煮的也很开心这样。 美味可口的爱心蔬食便当盒,让有足同胞爱丽莎有所期待。 请问这个蔬食餐盒,合你的口味吗? 非常合我的口味。 那么你会不会期待每一个星期,星期四的素食的餐盒? 会,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素,因为吃素对身体犹豫,而且可以避免生命被牺牲。 除此以外,学生陈楚贤用环保餐具来享用美味便当盒。 我觉得很特,我的口味我已经吃完了。 不用团包的餐具,可以不用用一次性的餐具,这样就可以减少垃圾的污染。 每周一餐酥食,既可以带来身心健康,还可以维护地球。 大爱新闻,李秀云,戴琪贤,珍珊美之宫,马来西亚采访报导。 多一份善念,多一份平安,一人一善,远离灾难。 多一份平安,一人一善,远离灾难。 多一份平安,一人一善,远离灾难。 多一份平安,一人一善,远离灾难。